機關書表示 上次開米颱風過後 增加八十例類鼻居病例 其中十三例死亡 颱風過後為類鼻居疫情高峰 提醒民眾要清理家園 做好防護 避免感染 另外臺北市出現 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熱病例 感染源還在釐清 環保局和衛生局人員 正在進行社區資深員清除 因為臺北市出現 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熱確定病例 個案是居住在文山區的七十多歲 男性 九月底陸續出現發燒 肌肉酸痛 噁心等症狀 就醫採檢後十月二號確診 但是個案近期沒有出國 也沒有新北中和新店區活動時 感染源還有待釐清 那所以我們也會在加強調查 他的活動地 包括他的居住地 還有平常活動的地點 有沒有可能的資深員 山陀颱風來襲 除了要預防登革熱 也需留意類鼻居疫情 警官書表示強風暴雨 容易使土壤 害凝水中的類鼻居感菌 曝露於地面 更容易傳播 尤其南部民眾在颱風過後 清理環境時 應戴口罩 穿著雨鞋等防護措施 以免傷口接觸或吸入受污染的程度 造成感染 不過如果是慢性病患的話 就可能會有持續的發燒 甚至出現肺炎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上次臺 臺米颱風之後 到現在我們是累積有八十例的 這個本土個案 那當中也有十多位病患 是不幸之亡 絕大部分都是年長 或者有慢性病的患者 疾管署提醒 類鼻居常見症狀 包括發燒 頭痛 皮膚潰瘍 淋巴結腫大等 如果出現類似症狀 請儘速就醫 另外颱風過後一週 是登革熱防治 關鍵期 請民眾務必落實 尋道清刷 避免登革熱 在社區蔓延 記者 賴雪茗 蔣東翔 台北報導